女人三思如虎,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一定要把她伺候好,不然她会变得很心情郁闷,夫妻生活也是会出现很多矛盾。 我有一个闺蜜,今年32岁,家里面很幸福,公共婆婆是事业单位管理层,老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装修公司,有一个5岁的儿子,日子过得很是幸福, 自己在家也就带带孩子,平时出去逛逛街,让我们都很羡慕。 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,她的生活过得很幸福,不用为钱烦恼,因为在市中心有两三套房子,家里也有好几辆三十万的车,所以我们都很羡慕她。 可是有一天,她朝我出来吃饭,跟我说了些自己的私事,让我觉得原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 因为我闺蜜的男人劳力过度,所以导致甚有一定的问题,每次进行房事都草草了事,有时候更夸张的竟然两三个月都不会跟她同房一次。 就算我闺蜜要求她老公,她也是各种理由推脱,让我闺蜜苦不堪言。 女人30岁,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,如果这个时候不满足她的一些私欲,恐怕都会疯掉了吧。 闺蜜每天哭着跟我说,她都像一个机器人,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些兴趣,基本上在家都是带带孩子烧烧饭,洗洗衣服,让她的生活很枯燥乏味。 因为我也没有结婚,所以说在感情这一块,我也没办法劝我闺蜜,只能让她不要做傻事,多和她老公沟通。 其实,婚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,要彼此包容,互相理解,这样的日子才会长久,我是这样觉得。 最让我闺蜜苦恼的是,上个星期,她听她朋友说,她老公带着一个小美女出现在了地下车库里。 听到这个消息,让闺蜜心如刀割,自己苦苦支撑这个家,没想到,最后自己竟然被出轨。 后来,我劝我闺蜜,这个是不能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,我们需要找到证据。 然后,我和闺蜜去了那个车库,找了保安,查看了监控录像。 原来她两个是在那个地方遇到了,于是就上车聊了几句,并不像闺蜜所说的那样,我们都松了口气。 而后,闺蜜和她老公一起商量了这件事,老公也意识到了这个事,给闺蜜道了歉,并且决定去医院治疗,给闺蜜一个完整的婚姻。 其实婚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,更像是两个家庭需要共同维护的,夫妻二人应该要互相理解,互相包容,互相支持,遇到问题及时解决,不要让矛盾,问题变大,日子才会长久。